進到五十八夜之後,我們要讓這個LED燈子燈笑一下 好,回到我們早上這邊 你早上要留著的,程式要留著就繼續留著 不要的就把它刪掉,我這邊就把它丟掉 這個鋒鳴器的我先暫時把它丟掉好了 那上面LED燈的,我們已經沒有了嘛 對不對 你在丟的時候,老師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你只是要刪除中間這個 我如果這樣一拉,有沒有連下面都一起拉到的 你可以直接按鍵盤上Delete就好了 有沒有,這樣就不用擔心 整個都一起丟掉 好,我們剛剛有沒有加了一個LED點取證 所以我們要先從左手邊 左手邊發光元件裡面 LED點取證 先把它的腳位先設定好 先把它的腳位先設定好 拉進來 我們剛剛用的 我們剛剛用的 12 13 所以我現在呢,先把硬體的部分 先整理好 整理好之後我們就讓它亮起來囉 你找第二顆 LED點取證裡面的第二顆 把它拿出來 你先執行看看 如果 它 笑了 有沒有看到笑了 恭喜你 確定你有接成功 待會後面就可以繼續玩下去 沒有笑的 我等一下會讓你笑 現在確認大家都會笑的之後 如果我們跟各位分享一下 剛剛有個老師沒有笑 是因為怎麼樣 我們使用Blockly跟Squatch有點不一樣 如果老師用過Squatch的話 你可能不用積木會丟在旁邊 可是Blockly呢 你如果積木不用 有兩種處理方法 一個就刪掉 第二個它也有一個方式 比如說我這裡 剛剛LED燈 我有一顆 在這裡 那你如果這樣丟在旁邊 Blockly本身 它還是會產生紳士嘛 所以 有時候會造成 執行上 不成功 那 你要 保留的話 你可以按滑鼠的右邊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個叫停用基木 這樣它就會灰色了 那停用 不管是你在這裡面 在外面停用 或是在外面停用都可以 等於說你希望暫時先留著嘛 我待會要用到 你就可以先把它停用 不能 整張好好放在外面 這樣會有問題 好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現在大家既然都已經會亮了 我們就來看看 為什麼這樣就是微笑 因為在WebDuno裡面 它有很多種 做動畫的方式 你看我們這個 在LED點舉證這個基木裡面 有沒有可以做動畫 可以做跑馬燈 下面呢 是不是也有一些 預設的英文數字還有一些圖案 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 讓它顯示英文 顯示數字 你就把這個 丟進去 或圖案 你看我把它丟進來 丟進來 這個我先拿掉沒關係 我們再Play一次看看 Play一下 你看看你們家的 有沒有圖案就變了 你如果用Arduino去設計這個 你可能就比較辛苦一點 好 當然它裡面的圖案 跟文字 永遠都不能夠滿足你的需求 對不對 所以它有另外一種方式 你看喔 有沒有發現它給你一個大塊的 你可以自己直接用勾的 直接用勾的去勾出你的圖案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滿意的話 還有一個更好玩的 什麼好玩 你還記不記得 早上我們 風明器按右鍵有一個小工具 這個LED點舉證也有小工具喔 來我做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 你就在LED點舉證相關的基目 相關基目上面按滑鼠的右邊 有沒有這裡就有一個小工具 按一下 它會打開另外一個分頁 打開另外一個分頁之後 你把你們家開發板的名字先貼進來 像我在這邊 我們家開發板的名字 我把它貼進去 腳位也把它設定一下 十四 十二 十三 設定完成之後 待會呢 你留意一下 當我按下下面這個連線 我的上面的圖案會自動清掉 會自動先清掉 來我們看一下 連線 有沒有清掉了 對不對 我現在清掉了 所以呢 你要畫什麼圖案 你看喔 我在這邊按下去 有沒有上面就跟著亮起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FU一點 因為這樣子 你設計什麼圖案 做出來 馬上就看到那個結果 你可以像這樣子 自己 自己畫一下 對不對 畫個鼻子 畫個嘴巴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 它呢 會自動幫我們產生這個代碼 你加以我呢 就可以把這個代碼 複製起來 就直接拿到 程式碼裡面 如果 你覺得 我就不太會做這種 畫畫 怎麼辦 沒關係 你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有沒有大寫小寫數字圖案 你可以先借用人家的 比如說我想借個A來用 好 按一下 下面馬上有沒有就產生一個A 然後呢 你就在這邊再去做加工 這樣是不是比較快 不然老師還要自己來 所以 你在這裡 有沒有還有很多不同的形狀啊 愛心 那你要有一顆箭穿過去 你就把這個箭頭 穿過去 那你可以實際看一下 這樣子 看看 好不好看 有沒有符合你的需求 沒有就再改 這樣是比較容易 那如果你想要讓它變成跑馬燈 你在上面這裡可以讓它 向右跑 向左跑 這樣有沒有都看到了 那你需要停止 停 好假設這個形狀 你需要的 就把它這個代碼把它複製起來 就OK了 這樣有問題喔 你看我把這個代碼複製起來 我就可以拿回去 這邊 拿回到我積木裡面之後 你看 剛剛我們在這邊 第一個 是後面有一個文字 一個字串讓你輸入嘛 你就拿出來 把你剛剛的號碼貼在這裡面 貼上 好 我們就play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你們家 這個圖案就變這樣子了 這樣會不會製作自己的圖案呢 沒有問題吧 好 那如果你想做動畫呢 等一下我們先補充一下 你可以反其道而行 什麼意思齁 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丟第二顆進來 它不是一個愛心嗎 那如果你現在用這樣 我怎麼知道這是愛心 或是什麼形狀 你可以反其道而行 我把這個號碼複製起來 進到我們剛剛這個小工具裡面 把它貼進去 貼上 如果沒有 馬上出現 你按一下鍵盤上的Enter 有沒有知道為什麼它是笑臉啊 有沒有知道為什麼它是笑臉啊 所以如果你自己做過之後 已經忘記那是什麼圖案了 你就把它代碼複製起來 複製好了之後 拿進來就可以了 它就會顯示那個代碼的圖案給你看 這樣會了嗎 可以齁 所以你可以左右顛倒 如果你對數學有興趣的 你可以自己去觀察一下 這些代碼 它是怎麼做變化的 因為它有一個規則 有一個規則 所以你可以去觀察看看 好 那我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想做動畫怎麼辦 這裡我先丟掉 我們看一下喔 如果你想做動畫 這裡有兩種 一種叫跑馬燈 一種叫動畫 我可以先問一下嗎 跑馬燈跟動畫有什麼不一樣 加盟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會跑一個會動 沒有錯真的 一個會跑 就是它會從左邊跑右邊跑 對不對 那一個呢就是原地切換 好 原地切換成不同的畫面 所以我們常常講 這叫做視覺戰流嘛 我們看到的動畫 事實上就是視覺戰流所造成的 事實上呢 就好像我們傳統的底片一樣 它是一格一格的 只是你的切換時間 所以我們先試看看動畫 你把它抓出來 好 抓出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呢 這邊 預設可以放三個圖案 有沒有 三個圖案 所以呢 我在這邊 我就來找一下囉 好 我想要先有一個英文 再有一個 呃 數字 再有一個圖案 好 就這樣 那麼它切換的速度呢 是在這裡 上面這裡有寫 可是各位老師要注意一下 它的單位是什麼 毫秒 我們一秒鐘等於幾毫秒 一千對不對 所以一百的話 等於十分之一就換一張 所以速度會蠻快的喔 但是如果說真的啊 如果你真的要做 我們講的動畫的話 像我們電影的話 是一秒鐘二十四張 所以如果你動得不夠快 你就會看到它是 一格一格 噔噔噔這樣子 來我們實際分類一下 先看看 這個 有沒有動很快 因為十分之一秒 換一張它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動慢一點 你就把這個 數值加大一點 這樣子我們在動的時候呢 你一張一張都看得清楚 有沒有這樣 比較慢一點 對不對 好 那因為它是做動畫 所以它就會永久的持續下去 請問 超過三張可以嗎 可以 對不對 怎麼辦 找這個齒輪 記不記得找到我們有個 如果怎樣就怎樣 齒輪按下去 變數 再多拉一個 有沒有這就變四個 再多拉一個 就變五個 相對的 太多就從這邊 拉回來 有沒有 你太多了 我就從這邊拉回來 它就可以把 多餘的把它刪掉 記得用完了 齒輪要再按一下 它才會收起來 這樣會不會做動畫呢 那跑馬燈就順便一起來一下囉 來你看跑馬燈 跑馬燈 我也把跑馬燈拿出來 好 跑馬燈拿出來之後 如果我這樣就直接play 各位 您覺得 會剩下哪一個 因為這裡我不是做了動畫 要做跑馬燈嗎 如果你這樣的話 當我按下play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只剩跑馬燈 沒有看到動畫 為什麼 因為 他做了這個 馬上又做這個 我們在black裡面 他的執行方式是由上而下 所以如果你希望他動畫做完 能夠給人家看一段時間的話 還記不記得早上用過一個東西 叫做等待 所以你到哪裡 進階功能裡面 進階功能 有一個叫等待 這裡的等待 是為了要等你的眼睛 看到 所以如果你希望 我這個動畫 能夠先做個三秒鐘 做完之後 再來做跑馬燈 我就讓他這樣子下去 所以我現在play下去 他會先把跑馬燈做完 有沒有才做動畫 這樣你眼睛就有機會 把那個動畫看完 這樣了解了 那問一下各位囉 你看我們現在的跑馬燈 請問他後面可以接 是不是只能接一個圖案 可是如果我想要接 多個文字或數字可以嗎 您覺得呢 當然要可以對不對 不然這樣不合理嘛 所以你可以把後面這裡 我就先把前面先拿掉 先把這個我先丟掉好了 先停用好了 右手邊停用 所以如果在這邊要放數字 我先把這個丟掉 我就來這裡 LD點體證 好 我加一個英文 英文也可以打 A B C D E F G 好 你看一下 我給你看看 有沒有一直過去了 有沒有 A B C D一直過去了 所以你很多的也可以啦 只是因為我們能夠顯示的空間比較有限 因為我們這個 64顆 基本上就是一個英文字母 或是0到99的數字 好 就兩位數的數字都還可以 所以如果你用數字也OK 就是在0到99之間 好 所以如果你這個你要寫一個 這樣子 I love you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對不對 你看喔 我可對一下 可對一下 可對一下 有沒有那個 這樣就出來了 所以是OK的 可是 我們要讓各位挑戰一下喔 因為I love you 除了直接這樣打以外 請問 可不可以用 這樣 畫一個圖案 再一個這樣 或一個U 可以嗎 可是 這個時候就要考驗一下各位囉 因為這兩個 1跟3 是不是英文 第二個 是不是圖案 我要怎麼把它打在這個裡面 考考各位一下 你想看看 我要怎麼把它塞在這個裡面 因為我這裡只有一個 五項上面 是不是可以加很多個 你思考一下 看看這樣子 該怎麼解決 因為如果你塞兩個 第一個就會 擠出來了 好 我們來公布答案一下 你要找 基本功能裡面 這個文字喔 來喔 把它拿出來 你看 我用這樣子 這個我先 放下來 放進來 有沒有可以用的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用了 那我這邊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 有些人說 那我就拿上面這個 直接塞進來就好啦 對不對 但是很抱歉喔 你看看 這個顏色不一樣 有沒有放進去 就被推出來了 所以表示類型不對 有沒有 被推出來 這一種的 動畫裡面的那個不行 你要拿的是自串 是不是才塞得進來 好 第一個 第二個 我這邊是不是可以增加 第二個 第三個 好 你看喔 我這邊有一個英文 複製一下 這裡有一個I 留著 這裡有一個U 留著 中間是不是有這個圖案 再把它拿出來 這樣是不是可以接起來了 這樣有沒有接起來 好 你看 我現在接起來了 我執行一下 所以 其實它是可以 組合 英文 數字圖案 合在一起 做跑馬燈 只是你要透過 自串的方式去完成 這樣OK嗎 好嗎 好嗎 太好了 了 我知道